中国就是在运城那里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说顺河与建都都是在运城那里 那么当时人们所讲说 这个地方是万国之宗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中国之名便是由此而得来的 就是由此而得来的 那同时在这个南部一带 那就是指的我们所谓的黄河文化大跨 当然的那个地方 除了我们所提到的杨树与建都的地方 还有就是非常有名的湖口湖部也集中在那个地方 对湖口湖部 但是湖口湖部我们要去看呢 你要选择对时间 一个就是阳春三月的时候 就是等到下个月的时候再来 那边的时候呢 三月呢其实也是山西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旅游季节 因为呢慢慢的我们说万物复苏了 什么这个很多花呢都会盛开 特别是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 你来到这里之后呢 看到很多的什么苹果花 苹果树开花了 然后梨树也开花了 还有什么桃树杏树啦 这些都开花了 特别的漂亮啊 然后呢这个三月有桃树 就说呢冰呢开始慢慢的解冻了 然后夹杂了这个水流 冰块一直流下来之后 水是非常的汹涌 就像沉睡了一个冬天的雄狮一样 休息一样一种感觉 对另外第二个就是在这个雨季的时候吧 七八月份的时候 因为降雨量比较多嘛 水势看起来也很大 是这样子 其实说呢这两个季节去看湖口是特别好的 但是运城除了我们所提到的湖口之外呢 还有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就是关公 对关公是山西人 他是山西人 但当然了我们大家在 比如说像河南什么也有官邻之类的 但是因为所讲说 当年关公他去世之后呢 他的并没有埋葬在山西这里 但是这里是他出身的地方 说他是红归故里的这样一个地方 但他的这个埋葬地并不是在山西这里 但是他的老家在这里 而且这个关帝庙呢 也被称为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关帝庙 就在我们山西的运城那边 所以说也有很多团队呢会专门来这边去 去关公啊 就是到山西的运城家庙老庙的地方去 这个样子 其实说这个山西的旅游呢 我们大致就把它封为是这么三大板块啊 三大板块 当然了大家这次来讲 我们主要是以四大佛教明山之祖 这个祖要为祖啊 就走的地方会比较多 对对我们是朝拜为祖啊 所以说呢这次来讲就是给大家去简单介绍一下 如果说再有机会来 你不妨到山西的其他地方 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啊 那我们现在呢 车子就已经慢慢的驶出了太原了